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节课开始讲一个JBPMweb流程设计器 这也是咱们JBPM高级里边的一个提拔性的内容 一个提高性的内容 首先咱们看一下效果 因为这节课所讲的内容其实是一个拓展性内容 里边涉及到的一些技术 包括一些原理什么的 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 而且这里面的一些技术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说我给大家基本上把代码都已经写好了 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思路 以后我会把这个原代码给大家分享出来 分享出来以后大家去对照着原代码 去仔细去分析这个实现的一个基础 一个原理 这样的话大家举一反三 首先咱们把项目启动起来 然后首先看一下效果 咱们用IE浏览器 看一下咱们这些课讲的内容 它在新建了一个标签 新建了一个菜单 它叫在线编辑器 咱们点击在线编辑流程 弹出一个编辑器的图框 一个编辑器的一个界面 咱们首先回顾一下以前这个 跟编辑器类似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把这个怎么去引出这个编辑器 咱们上次课也讲到了一个查看图片 查看一个流程所属的一个图片 咱们看一下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图从这块能看到 这里面是个图片 而且用框就框起来了 这只是咱们一个静态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不能点也不能动 就是只能看一下 就是不能有任何操作 这个是咱们JBPM 给咱们原生的提供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在线流程编辑器 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是咱们去自动写的一个东西 是利用的一个适量图形图库 去做了一个图形编辑 图形编辑的一个东西 咱们看一下 我点击编辑 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这个编辑器的整个界面 界面就包括一个 就是一个背后边的一个 网格型的一个 其他里面一个面板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工具机 工具机就是各种 咱们也可以拖动 这工具机就相当于咱们JBPM 里边的这个JPDL定义的 大家看一下 跟咱们这个JPDL定义 其实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边有的东西 它这里边大部分还是有的 也不是很全 但是这里面其实咱们平时用是完全够用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编辑器 咱们的图标点上去都会有一种效果出来 这就是咱们的编辑器整个的一个大体面目 这个编辑器和完全能替代这个里边的一个内容 咱们 JPDL编辑里边这一个离物里边编辑也是这样拖过来 大家看一下拖过来拖过去 然后这里边就可以去连啊什么的做一些东西 设计一个JPDL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在web浏览器上更高级一些 就怎么做呢 就是咱俩看一下 我点开始 看见了吗 把这个拖过来以后 就开始 而且这个开始按钮 我这个一点它的时候 就开始 一点上去以后 它获得焦点以后 这边的弹出它的一个属性框 这个属性框也是可以移动的 可以给这开始按钮设置一些属性 然后咱们再拖一个任务按钮 再拖一个结束按钮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一个流程 做完以后 咱用这个线连起来 然后这就是咱们这个简单的一个 做成一个JPDL 每个都有它的属性 咱们看一下它的用户 它的表单 它的描述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属性 而且整个JPDM 它也有个属性 一个名称 一个key 和咱们JPDL里边是完全对应的 这个怎么用呢 就是它也可以删除 选中以后按delete键 它就删除了 然后咱们拖进来 它就又有了 整个就是这么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非常方便的一个效果 刚才咱们多画了一条线 因为它这个画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选中哪个时候 它就会有哪个效果 咱们一边是选 选的时候就点选择这个 这个菜单 而不要点其他菜单 如果你点转换的话 这样一点 它就会 这样一点 它就会 你看两个箭头 会画成双向的箭头 这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咱们把它先都删掉 那么刷新一下吧 这个我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 做一个流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咱们可以开始 任务 结束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选择以后 把它连起来 再点选择 然后给它去复制 咱们的任务 咱们叫做 组长 叫经理 审批 用户经理审批 是谁呢 叫经理 这就是完了 其他两个属性 咱们是一个拓展属性 这个属性 也可以去动态增加 完了以后 咱们去属性里边 这流程的名积就叫做 呃 编 咱们叫做编辑器 k 编 编辑吧 它这块 就做好了 做好了一点保充 保充以后 就可以保充到后台了 就提 提交个后台了 后台咱们已经写好了 是在这个flow里边 controller里边 它主要是调用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调用完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 调用完了以后就到这了 然后 做完以后 然后就是流程就部署成功了 点点 22的成功以后 成功以后 咱们看在流程 部署列表里边 有这个流程的 刚才编辑 它的名称就有编辑器 那k就编辑 它的id是编辑1 id是自动生成的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还有个查看按钮 咱们是新加的 查看就是 一点查看 看一下 就刚才咱们去 部署的流程 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和咱们刚才的一样 包括它的属性 也是在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实现 而且它也是可以拖动的 其实它也可以点保存的 这个整个你看 比咱们以前的效果 有好了多 这样的话 看起来非常的一个舒服 方便 这个给咱们一种非常友好的体验 就在页面上就能做到 这种效果是怎么实现的 咱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它首先任何这个编辑器 首先要实现这个页面 编辑的页面 咱们看一下怎么实现的 编辑器的页面 是这个 它 这才是GFP 整个所有的编辑器实现的功能 我都放到这个GFP里边了 首先它要引入一大堆的一些方法 包括它的样式呀 首先肯定是基于GQuery的一些东西 包括它的 这就是它的编辑器的 使用的一个图形库 叫拉斐尔适量图形库 就是它去画图的 后边就是它编辑器 这带的一些JS 咱们看到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都给大家放到这个JS下边了 这个是 包括这个 这就是整个的 这个咱们看到了 所有东西都放到JS下边了 所以说大家引入的时候 只需要把JS这个下边东西引入就行 然后编辑器 编辑器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最核心就是这个方法 看到了吗 它就是在Document 就是加载的时候 然后去生成一个编辑器 这flow flow里边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个编辑器的工具机 是用Div的 然后flow就是一个Div 把Div化成一个 这个编辑器的样式 其实整个效果 其实就类似于咱们去使用UI一样 就是把一个Div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编辑器 然后再使用在上边再加一些Div 把它做成一个这种工具机的效果 整个就这种效果 具体的代码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一句一句的讲了 这边代码很多 我只是给大家去讲一个 大概每个页面有什么功能 大家下去去拿到原代码以后去看 如果网站上下载不了原代码 大家也可以联系 直接联系我 或者是联系这个官方网站 让他去联系我 让他去告诉我 我给大家去上传一些原代码出来 这些原代码肯定会给大家的 整个就是添加 就是这个界面 添加完了这个界面 然后去去 获取去 直接去部署流程去 它的核心方法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添加的时候整个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第一步 我给大家走 简单走一遍 开始 任务 也可以是两个任务 结束 选择 任务的名字不要重复 咱们现在就随便取了 任务一 任务二 这一 任务二的角色叫B吧 咱们属性就叫这边GGGG2 BG2 然后咱们打个断点 看一下它是做哪些事情 咱们看这打个断点 断点以后咱们这就保存 点保存 点保存第一步 其实是 请求到后台 请求到后台 咱们看打印 请求到后台传递给后台的是一个 这个图形库生成的一种 就是 GS 咱们看一下JSON格式的东西传到后台了 它整个是一个JSON的格式 里边有些 把每个标签的都 都替换成一种JSON 大家看 是T JSON 什么Property 属性 这些 把它 对换成一个JSON结构 然后 JSON 然后 咱们后台的方法 以及写好的方法 把它去 做成一个Document 就是这一个 XML的对象 具体做的过程中 也是咱们 也是我自己写的一些代码 就是 也是咱们自个儿写的代码 把它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JSON去解析出来 然后去一点一点拼 拼成一个 XML的结构 这个XML的结构 是什么结构的 就是符合咱们 GPDL 其实说白就是 把它拼成一个GPDL了 是这么个结构 就是非常的一个 方便的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再两 再两 往头往下走 看这 再打印 第二步打印出来 就是第一步是JSON结构 JSON结构 第二步打印出来 就是你给大家看 非常熟悉的一种 就是打印出来 就把它拼成一个 GPDL了 GPDL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标签呢 整个Pulse CS标签 还有Stat标签 还有这个Task标签 Task标签里边的属性 包括A Athener就是A 任务1的Athener是A 任务2的Athener是B 这么多Athener跑哪了 Name2Task Athener就是B 看见了 整个包括Trastation也好 都是自动生成的 整个就把它转换成符合 参调规范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 把这K拿到 K是咱们 单码解析出来的 然后去调用JPBM的一个部署流程方法 这个是JPBM给他们自己提供的原生的一个东西 叫做And Resource From Stream 就是咱们直接通过 插满了Stream支付串 去部署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就是部署成功了 就这整个就这么过程 非常简单 都是给大家封装好的 大家直接拿来用就行 然后部署就成功了 OK了 然后探出成功的消息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流程部署列表 这块编辑器二也就有了 咱们点查看的时候 这块的整个出来的效果 就是跟咱们以前的效果一样 咱们顺便看一下 以前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这两个是新建的 大家看一下新建的和以前的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是没有区别 以前的你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获取到 看见了吗 就是咱们所长省批 经理省批 总监省批 不过它属性 happy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是完全 跟以前的是部署流程 完全是兼容的 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去查看 也可以去编辑 所以说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东西 大家拿来就可以用 就是 这样的话就 就是一种新的东西 非常亮的 立的东西 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种提高的 是一种技术性的提高 再看一下咱们这个 soul editor floweditor 这个方法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 反显的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这个过程 刚才不是 就是这个 点查看这个过程 反显 把这个东西反显出来 是怎么就调用这个 soul floweditor 咱们这里的核心方法 就两个 一个是 depart 一个部署 一个显示 其他的一些更高级的功能 大家去 或者慢慢的去 拿到原则码 以后慢慢去探索 soul的时候 只需要传进一个 kin以后 传进一个流程的kin 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的 前端的方法 咱们那个 背标签 就是跟以前的一样 就是 查看的一样 就直接就 调用这个方法 去把kin传过来了 传过来以后 怎么办 我这块 首先判断一下 就可以到底 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肯定是不行的 存在以后 我就首先调用两个方法 把它 首先拿到的流 支付流 然后把它转换成 把它拿到它的flow name 最后 这个 这个方法 核心的方法 就是 把它 把它从XM1的结构 转换成 就是前端能识 能识别的一个 识计结构 就是Json结构 说白了 就是 再生支付串 然后给把它 把这三个属性都传到前端前台 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转 第一个字 属性就是那个一串 XM1的一个 就是Json结构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一个流程的king 第三个流程name 对应到这个页面 咱们做的第二个 编辑页面是flowedit 它俩是区分 分开写的 对应到这个页面里边 首先把这两个显示出来 看到吗 然后把 把这后台这个Json拿到 然后把Json直接复制 给这个队 这个出现 然后就OK了 这整个就是 就能显示出 这个流程 这个翻显出的流程了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就整个整个翻显出来 这就是非常方便 大家看一下 拖动呀什么的 就是非常方便 方便平滑 这是一种非常亮丽的东西 技能部署 大家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做一遍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看一下 咱们就直接就是 跟以前一样 咱们做一个 以前一样的东西 咱们看一下 咱们以前不是有一个 看 刷新 Happy8吗 咱们看 Happy8是这样的 是组长 经理 总监 然后属性都是Happy 咱们模仿这个来一套 然后再部署完了 这应该就是Happy9了 咱们看看 会不会实现 这个更像以前 在一个Libs里边做的 一样不一样 这个也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Libs里边做的 这个东西也能做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叫做 组长 他们这个是三个 这还有一个人物 包括他们的位置 它也是可以记下来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组长 审批 组长 这叫经理审批 又或者叫经理 这个叫总监审批 总监 看一下 这三个都有了 然后 属性 属性 不叫Happy吗 名称和 内蒙K 都叫Happy吧 咱们看一下 保存一下 就到后台了 哎 这个是报错 咱们看报什么错 Sesson include Sesson include 应该是 Hepernet 报出来的 应该跟这个 是没有关系的 咱们再执行一遍 重启一下 Hepernet里边 有这个Sesson 怎么一说 它这个 它是 Sesson Fact3 它的操作数据库 都是由Sesson Fact3 去生成Sesson 然后操作数据库的 这个前段 还是显示成功了 因为它其实 是没有成功的 因为我这个后台 显示的时候 是没有去判断 它这个 我前段 提交 打这个成功 是没有判断 这个date数据 直接就提交成功了 这个大家 如果想判断的 根据以前 这种方法判断就行 给大家再演示一遍 开始任务 任务 任务 结束 等份 胡居 坐它 um 刷砂 卓掌 哇 下车 卓盖 卓盖 经理商品 经理 总 家商品 总家 主信里边咱们就happy 然后咱们保存 然后先看一下打出来这个 打出来插曼环结构 然后过 就成功了 应该是没问题 来看一下 页面先看一下咱们升值 happy到底部署成功了吗 开出两个happy9 然后看一下 看一下跟咱们刚才部署一样 而且它的位置大家看一下都是一样的 这些坐标都是以前技术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就完全能实现这种功能了 就是完全替代这个 一个lips里边的 虽然说可能有时候 有些listener什么的 没有一个lips里边的方便 但是这个基础功能都完全都一样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些我就把happy就部署到这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方法 这咱们这节课给大家就带来一个 就是非常拓展 有拓展性的高级的东西 叫在线编辑器 虽然这个东西我讲的不多 主要是给大家去开开眼 然后去 如果有兴趣的 大家去继续研究一下 和我要一下原代码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这部VR还有一些很 扩展性的东西 高级的东西存在 大家不要认为它很土的样子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